小姐 本会各位同伦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第二组 昨天剩余的七十分钟 继续执行 由秦卫出议员 刘淑慧议员 罗志祥议员 时间七十分钟 市长请 今天 在咨询市长 我想要请您上次 请您学学郭台铭 这次我想请您学学赖清德 首先我要肯定柯市长 星期一你在专案报告的时候 我建议您面对王世坚议员 尖锐的质询 那么你可以学学郭台铭的 正向思考 那你做到了 我看你在专案报告之前 向议会道歉 还夸王世坚很可爱 那这代表你是一个 有修正能力的人 那这一点我给市长肯定 但今天的质询 我想给您第二个建议 就请你学学政坛上 另外一个政治人物 那就是赖清德 那学赖清德什么事情呢 我卖个关子 先问您其他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你知道 柯市长你一个非常重要政见 两岸一家亲 当你提出两岸一家亲的时候 你知道国民党最早肯定 你表达认同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就是必然在下我 因为我认为两岸不当一家亲 难道要当一家仇吗 那我也曾经公开呼吁 国民党大方的跟进 柯市长两岸一家亲的主张 那我也想请教你们 你知道你在2016年 1月花了20小时挑战 380公里一日双城的时候 国民党第一个对你表达敬佩的是谁 你知道吗 也是必然在下我 那时候我说你的这份体力跟毅力 应该按赞 那说完后 当然我就被蓝营的支持者骂翻了 说我这个长他人志气 那有网友呛说 只问我说 你帮柯文哲按赞 你凭什么知道柯文哲没有作弊呢 他说你会跑去休息吗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网友吗 我跟他讲说 我跟你保证柯文哲不可能作弊 因为当时他的您的能见度 你骑单车媒体必然全盘跟拍 所以你是不可能作弊的 那其他的例子 还包括四大运 在四大运圆满落幕之后 我也曾经公开肯定你 四大运办的成功 所以这是过去 我可以给你的一些肯定 但是当然我也对你的一些 不当发言或市政建设有些批评 虽然有些批评 那也虽然说过去 柯市长你提到罗志强 我来看一下 你提到罗志强都在讲什么 要么就是骂混蛋 要么就是酸我是小强 那这一点我要谢谢柯市长 就政坛第一个 叫我小强的就是你 所以变成我的绰号 小强 那你叫我小强 我就说我是打不止的小强 我也只能这样自我解嘲 你再补我一枪 所以我没有遇到蓝白拖 我想市长可能都记得这些事情 虽然柯市长 你到目前为止 对罗志强是没有说过一句好话的 但是我并不以为意 因为我认同你的时候 我还是会对你表达肯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参与政治 难民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但不需要以人废言 该肯定的就肯定 该批评的就批评 关于这个不以人废言这件事 你认同吗 同意 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您 柯市长 你知道政坛上有一个人 你听到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 只有不觉得骂声 你知道是谁吗 这个 你的老板 简老板 对 马英九 对 然后呢 所以我要提你的第二个建议是 请你学学赖清德 你知道我不认同赖清德的台独主张 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还算公道的政治人物 特别他在对马英九的态度上 他说过两句话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气度的政治人物 第一个赖清德曾说 马英九能够当到台北市长 总统一定有他过人之处 令人肯定与支持的地方 不会因为不同政党就否定他 第二个赖清德最近又说 他当选总统不会批评马英九 所以我要给柯市长的第二个建议就是 要当一个好的台北市长 你可能需要的功课 就是学着肯定前人重述的辛劳 那么要学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为台北市登高摘月 所以这是我希望你能够当一个台北市长 该有的气度 那学学赖清德 基本上他也愿意公道的去评价跟他政治立场 意识形态立场不同的对手 而事实上有些事情我也要特别说 我觉得柯市长 你可能也真的应该要肯定 跟谢谢马英九市长 首先我说你应该要代表台北市民 像马英九说的第一个谢谢就是赤大玉 你认同吗 当时2011年同 2011年大陆方面有同意 所以你肯定马英九在四大玉上面 他也有他的功劳对不对 当时两岸关系比较合法 对好那我告诉你 当时你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在四大玉结束的时候 你谢谢郝龙斌申办四大玉 可是你漏了一个人马英九 所以我为什么马英九在四大玉扮演角色 四大玉申请一共两次 一次是在2010年没有成功 但当时四大玉的委员会 台湾职委请马英九打电话 给23个职委拉票 那时候我人在总统府 马英九在总统府的三楼的电话 是打了两天 然后呢打到最后一位 是大陆教育部长 但是执委先联络马英九说 大陆已经当年答应韩国在釜山举办 所以那时候没办法帮助我们来申请 但是他下一年可以来帮我们申请 所以电话就没有再打 而到2011年台北市提出申请的时候 除了大陆帮忙 四大玉主席在台北勘察的时候 也对台北市当时12座运动中心 那么赞赏不一 这也是马英九跟郝龙斌市长的一个政绩 那他来到总统府跟马英九见面之后 非常的友善跟顺利 所以后来郝龙斌亲赴布鲁赛尔拉票 击败巴西 然后争到了一个主办权 所以我想请问您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 这件事情你可不可以给马英九总统 在当台北市 在当总统的时候 他会争取四大运 给他一个肯定 可以 第二个我觉得 柯市长可能要你谢谢马英九会有点为难 就是你经常针对内湖塞车的问题 你经常会抱怨说 这是搞得乱七八糟的就是马英九 那你的意思是 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 都市计划没有做好造成的 对不对 对 好 我不会先挂一个卸责的牌子给柯市长 那说柯市长这个要把责任推给前朝 可是我来翻译一下柯市长您的意思 你再帮我补充一下 你说是责任是马英九的 你的意思应该是 当年马英九推动的内湖科技园区 这个地区本来是规划给轻工业使用 那马英九把它变成内湖科技园区之后 大量总部进驻 上班人口高达十多万人 那高于预期 所以使得道路的空间不足 才会有今天的塞车的状况 大致的意思是不是这个 对 好 有没有要补充的 没有 好 那么可是我也要特别告诉你 当时马英九在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也是不是没有在解决内湖交通的问题 规划文湖县建设提领大道 这些也都是当时的内湖的交通建设的政绩 那么当然我觉得柯市长 你可以说这些建设还不足以输解内湖的交通 可是我也要说 可能不能用一句乱七八糟 就去抹杀前人曾经做过的努力 而且柯市长您上任几年了 您上任几年了 四年半 四年半 那马英九当台北市长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这是 二十年前 十二年前 二十年前到十二年前 八年 那如果说像这种推到十二年前的这位市长的话 当然也会让人家开始有一些疑问 那这四年到底柯市长做了什么 但是这个是一个交通的问题确实存在 所以柯市长你对这边有意见 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可是我接下来就要讲了 每一个公共建设基本上都会利弊同时具备 这个你认同吗 内湖就是这样 内湖科技研究先要施造的产值 所以不能说他完全一无可取 不过应该这样讲 如果从来一遍 也许可以设计的更好 对很好 您也现在提到内湖有四兆的产值 那你知道内湖科技研究是谁设立的 马英九 你知道马英九内湖科技研究给他一个绰号叫什么 不知道 内科之父 就是内湖科技研究的创办人 所以 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说今天内湖科技研究现在有四兆产值 那我再告诉您 您知道根据今年三月十五号111能力领航的最新发布的报告 台湾的四大科学研究的薪资最高是哪一个你知道吗 这上面这有写 对 所以我就是体贴市长 体贴市长 让你不用像小学生一样去达这个所谓的一个知识学堂 就是内湖科技园区 那你现在也知道内湖科技园区现在的产值是四兆 我要强调不是四亿 不是四百亿 是四兆 那2011年那是马英九启动了内湖科技园区的计划 你知道在哪一年内科的产值就破灶吗 这个其实我这详细的这种变化素质我不晓 不过这个我都晓得啦 其实内湖科技园区 不过就是经济挂帅的方式 不过老实讲可以再重来一遍可以规划的更好 不过事实上就已经发生了 我们就想办法就这样 2011年规划科技园区 2004年就破灶 一兆一兆喔 2006年破两兆 现在就业人口十五万人 年产值到四兆 那么这个所谓的内科蓬勃发展 创造量力的产值 也带动了台北市的就业 你觉得值不值得你给一句肯定 这个还是 不过老实讲 我老实讲我对那个都市计划 其实那个都市计划 我想那个陈毅周也在批评 就说如果重来一遍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这世界上柯市长你总知道 世界上没有什么重来一遍的事情 在做的当时 我想请教柯市长 你觉得台北市长是神还是人 这事实上有完美的台北市长吗 不会有的 不会有嘛 你不是 马英九也不是 郝龙斌也不是 陈水斌也不是嘛 可是今天当一个公共政策 你觉得帮台北市创造四兆产值 这件事情 虽然都市计划 你觉得说当时如果你重新 看到了这十二年的发展 二十年的发展 你觉得你可以把它再重新改变 可以做得更好 可单单就这件事情 你难道不觉得 马英九在创造台北市 内科四兆产值这件事情 难道不是他的一个政绩 跟值得肯定的事情吗 四兆难道不是吗 四兆是个成绩 可是交通也是卡住 所以老实讲 我也觉得 那个四兆产值跟那个交通 我知道叫你肯定马英九 一直很为难 其实到今天为止 你从来没肯定过马英九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跟柯市长您讲 你听听看我这一段的谈话 到底算不算公道 如果我是你我怎么讲 我说如果我是柯市长 你应该这样讲 马英九前市长规划的内科 虽然当时都市计划 未能全面考虑 内湖今天的交通庸舍问题 但内科鼓励企业总部 科技商办进驻 他的蓬勃发展 创造了台北市四兆的产值 十五万的就业人口 这一点是马英九前市长的政绩 我们应该谢谢他 请问你如果是这样的回答 会不会比你一句乱七八糟要更有气度呢 好 接受嘛对不对 对 谢谢市长您 好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说之前 我要先跟市长特别的报告一下 我短短当着台北市议员半年 你知道我对台北市政府哪一个局处最肯定吗 不知道 财政局 为什么最肯定财政局 因为我经常提出书面咨询 我跟市长说 我觉得财政局是 我提的书面咨询单位里面 最针对我提问题回答 我有时候一提问题 就提十几个问题 那也许提的问题 因为我很在乎很多的细节 有些局数可能因为我提的问题太多 就吵吵一张纸就把我打发掉了 但是台北市财政局 针对我提的问题 它会具细迷移的回答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所有局数 应该向台北市财政局来学习 市议员在监督市政 也许我们问的问题 可能会增加你们回答的负担 但是这是在进市议员监督的天子 所以向台北市财政局学习 问的问题请不要所谓的回避 也不要当作没看到 是什么就回答什么 所以我要跟你肯定一下财政局 讲完财政局之后的话 我要讲就是说 最近我在跟财政局一直在关系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台北银行跟富邦金控的合并案 那么这时候在这个合并案当中 过去我常看到很多人用 与小并大贱卖主产 来形容北银富邦的合并案 那柯市长您刚上任的时候 也有台北市的严正委员 把台北富邦银行说成是第六大弊案 我想请教您四年后 台北富邦银行是他所谓的第六大弊案吗 这个也是我们在 这个要讨论这个 我觉得就是这样 其实如果 这个我不晓得 不晓得谢谢您 因为到目前而止我没有看到任何资料 市长一任之后 台北富邦合并案被查出所谓的弊案 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 刚好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就问了财政局很多的问题 我强读了北银与富邦合并 未重估资产一役的专案报告 也提出了很多书面咨询 想要了解当时合并案 是不是以小并大贱卖主产 商及台北市的权利 那谢谢感谢财政局提供了很多中立 而且完整的资料 也还原了当时台北银行 跟富邦金控的合并案 我要问柯市长 你知道根据财政局提供 本席的台北银行与富邦金控 股份转换前后的净值表 在民国九十年 也就台北银行富邦金控 股份转换前 台北市政府持有净值 大概是多少 不知道 两百亿元 两百亿元新台币 那你知道到了一百零七年 换算成本府的持有净值 就合并后 持有净值是多少 我告诉您 六百亿元 足足成长了三倍 所以我第一个要请教市长 我们要衡量一件事情 到底对台北市政府处分有利不利 请问净值的增加 是不是指标之一 这一点有地方可以辩论 因为这样 包括我们那时候四大公司 不管叫四大公司 六大公司 其实一个是说 我们这些公司 不是以盈利为最大的目的 它其实是个政策工具 这是我们内部 你要讲的是所谓的 那个关于金融机构的一个 在台北市的定位 这我后面会跟你讲 但就处分来说 净值从两百亿增加到六百亿 这个对台北市政府是不是一个 所谓的正向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 不是这样 因为富邦我们的股份 现在只有17 我跟妳讲 因为其实在上个会期 有时候富邦要增股 只要多搞几次 我们的股份一定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玩不够它 我们要增股的话 没关系我告诉你 我知道说过了 你要去肯定 马英九知道对你都很困难 但是我要讲 除了说净值增加三倍 不是三趴 是三倍 那我告诉你 你知道今天除了说净值增加 让台北市原来拥有的金基母 变成钻石基母 你知道光所谓的现金股利的分配 民国九十年就合并的前一年 你知道是多少吗 这我不晓得 上面数字有八点九亿元 到柯市长你上任之后四年 你知道分配的现金股利 分别四年是第一年四十亿 第二年第三年二十六点八亿 第三第四年是三十亿 成长都是两到四倍 请问现金分配股利 对财政贡献度的增加 是不是也是一个正向指标 这表示过去台北市银行的经营很差 非常好 那你知道经营差的缘故是什么吗 公家机关 公家机关嘛 所以我也跟你讲 为什么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谈这个事情 当大家在讲台北银行 是不是建卖主产的时候 一直忽略刚刚柯市长讲的时空背景 你知道如果当时没有做台北银行 跟富邦金控合并的话 台北银行继续在台北市政府的管辖之下 没有民营化的话 你知道很可能的版本是什么吗 我举一个在远在高雄的版本 你知道高雄银行你知道 它每年是盈余还是亏损 不知道 它每年都亏损 每年都亏损 它还出了庆腹案 一次打掉一大堆的呆账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基本上当时确实有个时空环境的因素 使得说今天台北富邦银行 在合并的过程当中 它必须要配合当时的金融控股法 以及包括所谓的金融事业的民营化 以及集团化的浪潮 如果那时候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可能今天台北银行 不但不是金基姆 可能是一个老包袱 所以这件事情 我也希望说柯市长 为什么要提醒这些事情 就是我觉得从一个台北市长的角度来说的话 应该要去公道的去看待 每一件前面的一个市长的一个政绩 那当然我要讲就是说 除了这个台北 我前面讲的四大运 然后包括所谓的台北富邦合并案 包括内湖科技园区 事实上如果市长你有心的话 我想请教你 垃圾费随代征收是不是一个值得给予正向评价的政策 对 对嘛 谁认内推的 马英九 马英九嘛 那第二十二个台北市的运动中心 是哪一个市长规划 然后到完成的 马英九 马英九跟郝龙斌嘛 那这个十二个运动中心 是不是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政绩呢 对 好 那么如果还有心的话 第八个第九个也都可以拿出来讲 所以这边我要告诉柯市长的是 你认不认同 市政是一棒接一棒 有感恩传承才会有伟大的进步 如果柯市长你希望自己将来的政绩 能够被后面的市长公道肯定的话 那首先要做其实是先从公道肯定你的前手市长做起 所以有时候遇到马总统坦白讲 我觉得在台北市长的部分 大家总统做得好不好 你不用管他 可是呢 今天遇到是你的前手台北市长的话 你应该可以去学着 用像赖清德那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气度的态度 去看待这个前手的市长 我希望这是给柯文哲市长的另外一个建议 那最后我要想讲几个小故事 那么柯市长 马总统 当然他的市政建设过程当中 他有一些他的政绩 我说过没有完美的市长 不代表说他今天没有做错的事情 但是做对的事情就该给予做对的公道的评价 做不对的事情给予公道的批评 那这我觉得是一个当政治人物跟当市长 应该要能够做到的事情 就像我前面举例 虽然你谈到我可能很多的一些表述不是那么正面 但是当你讲出我认为可以肯定的话的时候 我仍然不会令习的给你肯定 因为我认为事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那我要讲说最后一个你要学习的对象 其实是马英九前市长 为什么 马英九前市长 我曾经当过他的幕僚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两次 有一次就是我帮他写他的污水下水道的证据 你知道污水下水道接管率 当然接管率的一个分配 后来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评估标准的改变 但是以旧的标准来说的时候 马英九在他八年市长任内 是从接管率从40%增加到80% 那这个证据在谈论的时候 我在写这个证据的时候 你知道我写了被他退稿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他今天把接管率 从40%变到80% 我提这个证据来写 帮他写这个证据 他把我退稿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说你不能这样讲 为什么不能这样讲 因为他前面有一部分是陈水扁时代 答对了 柯市长 你今天讲的真的太好了 他告诉我说 陈水扁把污水下水道接管率 从3%增加到41% 万事起头难 陈水扁做的事 接管率做的是很好的 所以当你要提到 马英九的接管率的话 你不能忘掉陈水扁所做的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 这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就像刚刚你也肯定了 垃圾费随代征收 这个事情 我也在写这个所谓的政绩 整理的时候他又把我退稿了 你知道为什么他退我稿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说你提到垃圾费随代征收 你不能不提另外一个政策叫做垃圾不落地 垃圾不落地是谁做的 不知道 陈水扁做的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 就是虽然马总统的政治立场 大家都知道跟陈水扁也是南辕北侧 但是当遇到该给他肯定的政绩的时候 马英九总统仍然会大方的给他肯定 那这是为什么今天 我觉得台北市政府或是柯文哲市长 接下来我也要讲 不管你是要当台北市长 还是接下来你要去登更高的位置 可是今天所有的建设 不管是市政或是国政 国家的建设 你要知道他能够把它盖成摩天楼 都从地基 然后一层一层楼的往上面盖 所以肯定前手 其实就是肯定自己 今天站在前手的政绩之上 像今天台北市 有很多的一些建设的表现 其实都有前人的努力在里面 也包括说这四年 柯文哲市长 你在这四年当中 你也一样留下了你的足迹跟建设 而这足迹跟建设 就会累积给下一任台北市长 让他能够站在你的建设基础之上 继续把台北市长 台北市的建设做得更好 这样的一个建议你认同吗 同意 好谢谢柯市长 我的咨询到此谢谢 我想 市长你也会有卸任的时候 不管是明年 又或者是2022年 你也不希望你下一任的市长 一发生什么市政问题 就像你刚上任了一两年 说 这都是柯文哲的 这都是柯文哲的事情 我想你也不希望这样子 因为你也会觉得 那我的付出算什么 可是你刚上任的第一二年 确实其实到现在 你一出现什么问题 就说是前朝 前朝郝龙斌 前朝马英九 可是所有好的都是你的 U-bike也变成你的了吗 公宅也变成你的了吗 12座运动中心 有8座是好市长盖的 你一座也没有盖啊 虽然说台北市 曾经想要规划说 人口多了去 进行第二座的兴建 但你一座也没有盖啊 捷运零开工 所以你有你重视的事情 我们都尊重 可是你对于前朝 所累积下来的台北市 你今天一出马路 路是平的 有捷运可以搭 有U-bike可以坐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你只是现在 这四年 过去四年 才当市长 你只有当第五年而已 台北市的所有建设 都跟你 大部分都无关 所以我希望说 你也希望后面的人 感谢你对这四年 对这八年对台北市的文化的改变 所以你也要感谢你过去的八年 十二年 十六年 对台北市 今天建设发展的影响 我觉得刚刚 罗志强议员希望的是说 从此以后你的嘴巴 可以多一些肯定 少一些负面的指责 我觉得如果要登高位的话 心胸要宽一点 好我想请问一下一个议题 前一阵子有人 有议员质疑说 您把从事基金两百三十亿 拿去还富邦银行的债 后来我们的财政局 跟我们的结议局也都承认了 那其实就是怎么样 你把妈妈的定存拿来借来 还你自己的债 实际上这个也不算是你还债 因为你只是拿别人的钱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今天听说从事基金这个调借的钱 已经还了是不是 是新任议员说明这个钱绝对没有拿去还债 没关系 没有那你怎么省债息呢 你不是财政局之前已经说了 是还富邦银行的债 我省债息是我本来应该要向市政专案建设借款的钱 对我改向跟从事基金借 所以本来要借这边的钱改向这边借 没有啊 是好那我想请问一下 听说调借的钱有还了是不是 对全部还掉 那请问是裁员是怎么来的 我就是本来应该向市政专案建设借款的钱 我没跟他借嘛 我改向跟他借 那我就回归跟他借而已啊 那你现在就是回去再跟银行借钱 一样的意思啊 从银行借的钱再还去给从事基金 是啊一样啊 所以你的债务余额又提高了230亿 没有 因为跟从事基金借的钱本来就算在债务内 好 这个是做债务结构调整而已 所以你是说那你现在负担的利息又变高了 对一定会变高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因为大家都在讲说我们借掉还债 事实上我们就没有做借掉还债这件事 所以你就因为这样子决定再去借高还低就是了 不是算借高 因为本来就应该要跟他借 你现在借的利息是多少 现在1.1 那本来跟从事基金借的利息是多少 0.162 那就不是借高还低吗 好第二个问题是 市长你非常自豪过去4年 你还债还了540亿 本来520亿现在变540亿 530 530 好 那你知不知道 你一边在借钱 但是你后面的4年 你说你前面4年在还债 可是你知不知道你后面4年都要一直在借钱 而且借的比还的还要多 不会 真的还不久了 怎么不会呢 真的还不久了 你的公宅 光是2万1000户 新建经费就要花掉900多亿 按照都发局的资料 住宅基金预备从今年开始借到112年 总共要借665亿 然后112年之后还要借189亿 也就是你都卸任了 下一任市长还得帮你借钱 继续还你的债 这个议员请放心 这个叫资偿性的一个债务 那个部分没有影响 我知道你的资偿性 是透过40年50年公宅的基金的回 可是就像你家里的房贷 你的房贷会是借20年还是50年呢 其实我们捷運建设也是这样做啊 他说捷運建设做完之后 我也是要花2030年慢慢还掉 等你50年以后 台北市就会成为台湾最大的围老户的地主 为什么因为你有将近3万户50年的老旧住宅 可是那个时候你才终于把你公宅的钱还完 这还是只有2万户喔 2万户我帮你推算过你的财务喔 光是2万户不要说5万户 1600亿土地成本利息成本还有新建成本 这也是都发局自己的规划 1600亿是2万户 如果你换成5万户的话 你要搞到4000亿耶 4000亿你当时在竞选政见的时候你怎么说 你说你只要跟银行界1000亿你就要盖5万户 结果你现在光是2万户台北市就又要再负债600多亿 那你说这不是债留子孙吗 分30年40年当然是债留子孙啊 难道你的30年后在座的各位今天都还在吗 110年后各位都还在吗 柯市长还在吗 所以这个是财务问题喔 大家怎么解读 那你就不要说你有还债嘛 一边还债一边也在借钱 这就是借钱嘛 不是吗 台北市之前的债务余额不是也是各项市政投资吗 要不然你的道路哪里来 你的捷运哪里来 那个借债就是十二不赦 这个借债就叫做自长 你会不会太两双重标准了 組长 好 没关系我们这个问题先到这里 那请回座 我们还是回到内湖焚化罗的事 啊 还有一个事情要请教柯市长 今天丁守中先生正式宣布上诉 那上诉当然是他的法律权利 他在这里面也遇到说 他觉得很多选举的怪象 我想请问一下你的律师 有没有跟你沙盘推演过 说如果上诉以后 因为现在外界有传言说 民进党为了卡你 可能在二审 因为二审是定验 二审的时候判你败诉 那败诉的话会发生什么后果 你的律师有没有跟您讨论过 这啊 我们大概想了一下 不过还没有时间去 还没有时间 仔细看怎么处理 那你应该知道 如果败诉会发生什么事吧 唉 我这种人齁 时间还没到 就不要去浪费时间 可是你一审的时候 律师就应该告诉你 赢跟输的可能发展 没有啦 想那么多干什么 没有 三公位很快 如果说败诉的话 现在是五月底 也就是 六个月 六七八 三个月内 是六个月还是三个月 你的律师有没有跟你讲过 六个月 六个月 所以如果说你这中间败诉的话 你还是可以来得及去选总统 因为六个月后才知道 可是如果他提前宣判的话 在你登记之前宣判的话 那你就要面临一个抉择了 你是要台北市长 重新选举去参加这一个 还是要去登记选总统 当然您可以再跟您的律师讨论 这是外界很关心说 民进党把卡你的步骤 放在二省这个部分 好 我们回到昨天没有完的问题 就是内湖焚化炉出意的事情 昨天已经跟市长有提到过说 这是你2015年 六月抛出来的议题 而且当时的环保局同仁 也都予以说 背书说 这个是做得到的 因为台北市的垃圾处理量 从四千多公吨 现在下降到两千多公吨 光是北投跟文山的处理 就绰绰有余了 而且完全没有问题 这都是当时环保局同仁说的 请问一下 2015年到现在 四年过去了 内湖焚化炉的厨艺 到底何时可以等得到 跟一座报告一下 在这个部分 我们在这个 在那之后 我们可以让市长答 因为这是他当时的承诺 我们是特别去精算 也就是说 时间暂停好吧 时间暂停 我们要市长答应 因为是他的承诺 我只想再一次听他的承诺 他要改也没关系 但是我想听他的承诺 应该这样讲 现阶段 还没有厨艺的计划 因为有时候一岁休 就剩下两个 你就保证其他一个 那你2015年是梦到的 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抛出来 2015年你就抛出来 其实这个 不是 第一点 这三个炉 你看 他在当时 当时盖 还不是最新的 所以 我只想问说 你2015年 为什么会抛出来 他现在已经27年了 那你总要有一个目标 那你觉得 30年可不可以除疫 还是 垃圾要降到多少 才可以除疫 我现在不管你2015年 是怎么梦到的 你抛出来了 你怎么不能5年 8年 你最后就是 一句空话 你要说男人最怕剩一张嘴 说得到做不到 可是你太多东西 说得到做不到 可是我都相信你 只要你愿意告诉我 一个旗程 一个目标 我都愿意相信你 我跟你说 现在焚化炉 是这样 焚化炉要退场很容易 可是要重新进场 我知道 所以我说给我一个目标 抛出议题也是你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 是这样 老实讲 我一直觉得焚化炉 这件事情 应该是全台灣要统一处理 你不要碰到这么大 全台灣就是要等你当总统 统一处理 我跟你讲 我们当时要帮云云烧垃圾 可是据我所知 我都不晓现在云云垃圾有什么处理 还是很难处理 他现在在打包 所以老实讲 这个问题 就台北市来讲 可是台北市不是独立的一个国家 有时候你要先看整个 台湾的需要 所以目前我们比较保守 未来你觉得全国要怎么样去处理 最标准叫区域联防 你如果是你有机会 处理全国的垃圾问题 你要怎么处理 区域联防 区域联防 北北基是不是 所以你未来你会去推区域联防 应该要这样做 我跟妳讲 雲林的垃圾到哪里去 还有桃园现在文化炉也在随修 市长这个讲的区域联防 区域去烧到雲林也太远了吧 北部就是北北基 可是北北基一直有在做垃圾合作 你们现在跟新北合作 过去跟基隆也早就合作了 基隆合作过 但是新北合作后来就没在 我觉得 议题是市长先抛出 不是我们内湖人抛出的 你抛出了以后 让我们白开心了四年 现在又说 要等到你当总统 进行区域联防以后 才有办法处理 这个 这个未免也太漫无目标了吧 没有 就台北市是没问题的 但是就全台灣 要保守一点 所以你的意思说 内湖焚化炉厨役的问题 要等到全台湾的问题一起处理 才能处理喔 不是 还是要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 刚才那一句话 垃圾焚化廠要退廠很容易 哇你要重新进廠 这很困难 是啊 那台北市 台北市过去这二十年 全体市民这么配合垃圾分类 垃圾减量 是为了什么呢 好不容易垃圾减量下来了 你还是说我们要保留全国的调度 让我跟议员稍微简单报告一下 最主要是我们的炉子都是二十年以上 他的处理容量已经变小 这个是全台湾共同的情况 所以我们必须要维持 我们四张垃圾处理的能力 局长 你还是要给我们一个评估的目标 毕竟他已经17年了 对不对 这一条我刚才讲过 台北市的立场跟全台湾的立场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有时候是这样 我们不能很自私说我们处理掉 这还想一下 好我就说尊重环保局评估 评估后给我们一个答案 我看来那个市长非常常在思考 全国性的政策问题 好下一题 市长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你知不知道市政府 是不是有在养名嘴团 没有那么多名嘴 没有吗 那我请问你 你认为一个公务员去进行上政论 跟市政行销有关系吗 你不要跟我讲有 因为我常常坐在他们旁边 他们都在回答政治问题 没有 没有 这个是这样 我们现在很少去 去的不多吧 去的不多 我告诉您 从去年的一月到现在 110次 110次 其中模拟的亲信顾问 就33次 还是近11个月 然后我再跟您报告 在110次里面 有29处是我们卫生局的同仁 他就没有领通告费 因为他恪守公务员的职务的规范 他没有领通告费 为什么 因为他是因为他的职务 去上政论节目 去发表对市政的一些专业看法的时候 他已经有领市府的薪水了 所以他就没有再领通告费 可是所有有领通告费的 全部都是您的子弟兵 71次其他都是您的子弟兵 你安插在各局处的子弟兵 现在都在上政论的通告 而且一手领市府的薪水 一手领节目的通告 然后您又知不知道通告费 在国税局的认定里面 叫做薪之所得 那公务人员不能够另外领薪水 这个是全世界都知道 要不然管中民就不会被弹劾了 所以第一 为什么只有你的子弟兵 干一边领市政府的薪水 一边领通告费 而且还一领喔 你33次你知道是大概多少钱吧 超过10万块 一边可以领市政府的高薪 一边就可以说我是做市政行销 帮市长做辩护 我也同意他是他的业务啦 可是市政行销 请问市府哪一个同仁 可以做市政行销 每开场记者会 给他500块的津贴 给他1000块的津贴 没有嘛 只有你的子弟兵有这样的特权啊 所以今天喔 市长我希望你回去喔 管束一下啦 约束一下 我尊重他们喔 可以请假去上通告 其实请假上通告喔 你请假 市政府请假也不扣薪 你照领市府薪水 你额外再领通告费 这个其实对其他同仁都不公平 可是我同意他们有为你辩护的必要 所以他可以请假 他可以上通告 可是如果再领通告费的话 那就超过了 那个叫不当得利 市长你同意吗 我想这个 依法行政啊 对啊 依法行政啊 要不然市政府变成在养民嘴团耶 市长 我已经跟你沟通过了喔 我也告诉你我的处理方法 我处理方法是很理性的 市政府可以有人 可以有市长的子弟兵亲信 去上政论节目为柯市长辩护 可是市政府 他既然已经领了市政府的薪水 他就是公务员 他公务员的身份 他就不能再额外再去领通告费 聘用人员也好 基要人员也好 都是等同公务员 在公务员服务法里面 管忠明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市长 如果退到这样 你都觉得说不行 我的子弟兵怎么可以受委屈 我要给他领检任级的薪水 十几万 我还要再给他领通告费十几万 比我这个市长还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比照管忠明的办法处理 让监察院认定啊 好 下一个议题 助长请回 之前专案报告的时候 因为时间比较短 我来不及把所有的数据给市长了解 就是现在台北市的产经状况 确实是在倒退的 不是只有您说的摊贩经济 或者是商圈的经济 整个台北市的产经状况 都在倒退 我们先从所谓的台北市的公司行号 所有登记的公司行号 平均每年的销售额 这些通通是都产发局的网页抓下来的资料 我没有做过任何的变更跟编辑 从2014年郝龙斌郝市长卸任的时候是5908万 经过你四年的努力 结果减少每一家还减少了218万 好 下一页 什么叫做三级产业 客市长清楚吗 就是服务业嘛 商业服务业 好啦 经过这四年 台北市没有任何成长 照理说物价上涨 一个便当变成100块 销售额应该会成长 结果没有任何成长 从郝龙斌时代到柯文哲时代 所以柯市长你这四年等于白做工嘛 零成长欸 好 再下一页 市长有什么想法 总业额跟总加速都成长 你的加速有成长啊 销售额没有成长就很奇怪了 总业额都有成长啊 没有啊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你说成长才零点多是不是 一千零六亿变成一千 总金额上升啊 总加速也上升 平均你每一家还是0.5亿啊 所以我们的企业在小型化 有可能应该是这样解释 那为什么台北市首善之都 你说你要从长远经济大规模经济 结果反而从这里就看得出来 我们在企业小型化 那跟你就背道而驰啦 不一定 因为总营业额是上升嘛 总加速上升 所以合理的结束 那是因为总加速上升啊 可是你平均下来每一家还是贪无钱啊 好 再下一页 台北市过去研发创新最好的城市 跟新竹一样是都是很优先的城市 可是从2014年到现在 也是逐步的在下降 而且到了去年已经下降到 剩47家研发中心在台北 可是市长你有沒有看到 全国是成长的哦 所以这代表什么 全部都从台北移走了 不是全国平均下降哦 是只有你台北下降的很严重哦 所以你台北市你的城市环境 你的政策发生了什么问题 让我们的研发中心 不愿意留在学历数值最高的台北市 那就是你公务人员的问题 政府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市民的水准是没有变的 而且是越来越高啊 所以市长你怎么去看这个研发中心 大降的问题 市长在讲每个产业会找到最适当的这个环境 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台北市不是一个适当的环境了 你承认在你的四年内让台北市 变成一个研发中心不易生存的城市了 研发中心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啦 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总营业额 总营业额我们会看啊 但是但是这些都是产业的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也太巨幅了 三层欸 从不从台北逃命而出欸 好下一页 企业总部 过去台湾的大型企业很喜欢放在台北 交通便利环境好 然后集中了全台湾的金流都在台北 可是你看 从郝隆斌市长的企业总部在台北有91家 到现在变成83家 少了8家 也就是你每一年你会有两家 平均有两家企业总部也是逃出台北 所以不管是研发中心也好 不管是企业总部也好 你应该思考的是台北发生了什么事 在你主政底下 为什么让他们觉得我不想留在台北了 可是我还是留在台湾 我只是不想留在台北 那就是台北的问题喔 如果台湾通通下降 我没有话说 可是如果只有台北下降 那就是柯市府柯市长的问题了 因为你不要说企业会找到最好的生存之路 没有错啊 那就是企业不觉得台北市是他最好的选择啊 那为什么从是到不是呢 中游 那这个牵涉到那个税收的那个认定地点 所以我们中游就搬到高雄去了 这个不是回答 市长你要认真地面对问题啦 我知道你的口才很好 可是这样子大规模全部的数据都在显示 台北市的产业在倒退路的时候 你说韩国瑜是经济零分 那我不知道那我们要怎么样自评台北市的经济是几分呢 你拼了四年五个月耶 你去嘲笑人家五个月 那你四年五个月 每一项指数都在倒退路 这算什么呢 这个你讲的 这个我们最近有在思考 这个叫headquarter industry 就是那个总部的这种产业 的确我们有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这个还没讲 而且还有下一页 这个是台北受雇人员的报酬 就是劳工的报酬 这个是最涉及我们每一个台北市民口袋里的钱 物价在上涨 结果我们的所得怎么会是下降的呢 全台湾不是平均都在调薪吗 每年都在调薪 那为什么台北市的劳工朋友就特别辛苦 从2014年一年还有五十六万 到了你执政的地 2016年居然掉到五十万 现在微幅回升到五十四万 你有多少劳工跟年轻人朋友是支持你的 可是你给他们这样子的产业环境跟生存环境耶 这些都是2018因为还没有统计出来 所以我不知道2018的数据 可是市长 其实这些应该是要放在你心里的 这些比你的民调还有你的得票都重要 好不好市长 好 下一页 我们知道公投法修正 从2017年的年底修正三读修正以后 不管是降低门槛或是降低公投投票的年纪 可是到现在 2017年的年底到现在 已经都两年了 为什么台北市的地方的公投自治条例 还没有跟随修正 我们去年就有提出到法规委员会 但是法规委员会的委员认为 只有修那个年龄的 其实他就认为说没有那么必要 而且现在又要再次修完 去年7月25退回去的嘛 对 那市长去年7月25退回去 也不过就修改一条而已 到现在都几个月了 修不出来 台北市如果要办公投怎么办 立法院在修 我们等立法院修完 你永远都在等耶 不是啊 现在正在 人家就已经修第二次了 你才说你要修 在等立法院第二次修 那你假如说我等十年后 等公投法确定都不会再修了 以后我再配合 因为我们就是修那年龄 那年龄也不会 你去年7月25退了以后 到今年的年底 已经都已经四个月了 都没有传出公投法要修正 你也没提啊 六都我们是第一个提出在修 没有到去到今年公投法提出之前 说要在二次修正之前 也已经七八个月了 你也都没提啊 你现在拿了这个当借口 说我在等立法院 这个太假了啦 你给我真实的理由 为什么不敢修 没有不敢修啊 那为什么不敢送呢 那就是修这个 那就送啊 就十八岁 就是说不修也是一样 就十八岁投票 没有那如果台北市要办公投 到底是依照哪个 退回是法国委员会的委员 不是我们退 等一下退回几个月了 去年退回到现在 你一条都修不出来 我们是可以再提啦 这没有问题啊 我们随时刻可以提啊 对嘛 局长就这样子表态就好啦 因为这件事是很简单的技术问题 不会啊 这是十八岁的问题而已 台北市是没有遇到地方公投啊 不修还是十八岁啦 你的意思是说台北市 如果现在办地方公投 根据台北市的自治条例 那你的自治条例 那不就违反自治条例 还是说你的自治条例 现在是违反抵触母法 所以抵触的话 还是十八岁可以通 所以市长 那局长的意思就说 那我就放任台北市的自治条例 去抵触母法 没关系 真的发声再说 不是 这不修也没有实质的影响 可以啦 没有影响啊 只是说你们放任地方自治条例 去违背母法 这叫什么两个字摆烂嘛 不会啦 因为这个公投啊是我提的 對啊 不是修会怎么样 这是效率问题 跟态度问题 要修 要修也可以 因为不修也是十八岁投票 不修你就把自治条例废掉嘛 那也是十八岁啊 所以局长时间暂停 市长你早上跑去哪里了 去看桃园农会 因为我们九月开始 我们教育局营养午餐 有机的可能有一部分要委托桃园农会 帮我们宅切 那你早上有没有请假 不用请假 我是市政 为什么不用请假呢 因为你是借着这个机会又爬爬灶啊 如果说是高雄市韩国瑜市长 在市政总咨询期间 跑到台南平东一定会被骂死啊 所以你说你选举不用请假 因为你都假公济私嘛 趁着这个上班时间爬爬灶 你说你要到桃园去 其实有机蔬菜 我们台北市也可以看啊 农产营销公司也可以看啊 这个是这样啦 裁接厂我们这个可能有一部分 要委托那个 桃园农会帮我们做 还有一点喔 这个还是看那个 我们那个整个 我们是希望用台北市当杠杠 而且还有点喔 那个营养午餐你知道 其实学校用的时候 还有那个寒暑假问题 其实这还有跟那个Costco 还有那个全联合作的模式 讲到营养午餐 昨天我有提到 你们自己做的调查 学童的午餐供应 是不及格的 大家满意度很低 昨天我也说 你们市政府自己 108年开始 做了六项的市政满意度的调查 其中呢 平均只有45.5分 所以是不及格的 今天又有一个民调出来 你仍然是不及格 可见得你无心事政到处趴趴走 大家普遍有这个非常深刻的感觉 今天某一个杂志做了民调 对我们全台湾22个县市首长的民调 你又拿了一个冠军 市长你知道你拿什么冠军吗 叫做最佳退步奖的冠军 第一名 你的这个满意度啊 48.4 跟市民给你打的 平均45.5差不多 那你在2015年的民调 同样一个杂志的民调 满意度是77.2 所以 这几年来 从2015到2019四年来 你的施政满意度下跌28.8% 是全中华民国22县市冠军 下跌分数最高的 那不满意度呢 高达40.2 这个在你2015年 不满意度只有11.5 所以不满意度增加29.1 也是中华民国的冠军 不满意度增加最多的冠军 恭喜你一天之内拿到双料冠军 施政满意度下跌最多的第一名 大家对你不满意度增加最多的第一名 那我们来看 远见杂志做的民调 所有中华民国各县市首长 连任的 市长你知道吗 平均满意度是多少 71.6 你也是连任的 中华民国其他各县市 连任的首长 市政满意度是71.6 你这个连任的市政满意度是48.4 你比人家总平均少了23.2 那新科的县市首长 我们有非常多新科的县市首长 他们的平均市政满意度是53.3 换句话说那些新生第一次当首长的平均满意度都比你高 高4.9 所以从这个平均满意度比你又拿了第三个总冠军 所有连任的民调都比你高只有你最后一名 所以市长你要不要反省一下 然后你每天趴趴走说要选总统 你知道吗 台北市民高达58.4的市民不支持你去选总统 其中非常不支持的高达34.2 支持的只有12.2 所以台北市的市民给你的成绩你已经被死当了 50分才能补考 你连50分都不到 连补考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市长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的表现真的让台北市民觉得很丢脸啊 不会的 这个很奇怪 民调这么低 有事没事哪有去放在民调干什么 民进党还把我放在民调 这奇怪 那你就问媒体啊 我又不是媒体 那你要选市长的 选总统的民调也只有20几%啊 对啊所以说奇怪 所以啊 所以我觉得 现在高雄市民支持韩伯瑜去选总统的都有22.9 支持你去选总统只有12.2 请问这么低的支持度 台北市民这么不支持你去选总统 你还要参选明年的总统吗 我说没有说 我觉得这很奇怪 那你就 那如果民调这么差这么烂 那你们有事没事老是把我放在里面干什么 这很无聊 你们不是我 是媒体 你不要用这个做借口 人家媒体爱用谁做民调是人家的事 只要你不要起心动念 所以再请问你 你这么差的施政满意度 这么高的施政不满意度 这么低的支持你选总统的比例 你还要去参选下一任的总统吗 要还是不要 我想嘛 我现在都很认真在做事 你们每天就是要问这个 问那个 而且很奇怪 民调做蛋 就不要把我放在里面就好了 奇怪 把你放在里面 你也公开说管你放不放 我就是要为台北市民做好做满这一任 2024我再选总统可以吗 我跟你讲 你可以承诺我们做好做满 做好做满台北市长 下一次的民调增加你的施政满意度可以吗 我跟你讲 你们越问我就越不回答 越不回答就是你在耍诈嘛 就是故意保持一个模糊来增加你的行情嘛 但是你再拖 九月份你也要丑媳妇见公婆掀开你的盖头来 但是我相信假设你一直保持这个态度 暧昧不明台北市民对你的厌烦 对你的不满意 对你的不支持一定会增加肯定的 那也很好啊 很好 你希望台北市民越来越讨厌是不是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每天都在做事 然后每天外面都不知道干什么奇怪 因为你故意保持暧昧嘛 你上电视谈的也不是市政 去谈总统大选 另外我们回到务实的台北市市政 昨天你们公布一个民调讲这个禁老卡 我发现你的禁老卡的使用 很多的老人家 或者是包括非老人家的台北市民是不知道的 比方说你问大家 禁老卡可以做什么样的使用 请大家来去选 结果达禁老爱新车队计程车的只有11.1 换句话说知道禁老卡可以搭计程车的只有11.6% 那使用的呢只有7.4% 就使用的只有7.4% 所以你这样的禁老卡 我们议会质疑你说不好用 叫你加强宣导 现在发现真的 市民对这个禁老卡该怎么用 它有效使用比例很低 那在这个计程车当中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听一些老人说 他们去搭计程车 要使用禁老卡 可是计程车没有悠游卡的刷卡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他们来找我说 拜托拜托这一题 是个小题目但是请我一定要咨询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我跟你讲台北是这样 我们这个双北地区 計程车大概5万辆 我们现在可以用的大概1万6千辆 然后那个 这的确牵涉到 装那个读卡计 所以是这样 一个政策的 我们英文叫Penor 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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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穿透率的确是没有那么高 特别在老人的族群 因为他那个 没有办法用网路很快速的交 所以那个的确没有错 Penor 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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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低 所以他需要时间慢慢扩散 什么叫时间慢慢扩散 这个进老卡 你们480块 很多人使用不了 使用不完 因为他不知道 或者是你提供的工具不方便 像我们台北市 计程车的总数 有2万8千辆 全双北区 全双北区更多 但是登记在台北市的 那请问一下 这个继承者有装悠游卡 可以刷卡的比例有多少 大概5万多辆 自由手持是1万6千辆 这的确是个问题的 因为 只有1万6千辆 那这样的比例是多少 差不多 我当时算过 差不多三分之一 你讲的的确 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 你这个伟大的德政 你工具配套措施没有做好 你拼命宣传 大家 看得到吃不到有什么用呢 所以你们这个执行率 没有办法提高 你们做事情 没有办法落实 根本都在呼嚨嘛 议员是这样的 这个的确是这样 我们没有办法在很短期内 让所有的继承客都装 所以一定要有誘因 他愿意装 还有老实讲 你当然没有誘因 因为你装了这个刷卡机 车行还要跟人家收3到3.5% 所以他不装这个 他就可以拿现金 他装了刷禁劳卡以后 他还要被车行扣3.5%的手续费 他干嘛要装 完全没有誘因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请你们立刻去研议 提出誘因 好好的改善 可以吗 不然真正使用禁劳卡 去搭计程车的只有7% 这么低的比例 这个政策 基本上是没有意义了 不存在了 你讲的是个问题 这牵涉到整个悠游卡 所以一个系统 常常一个政策 要到可以普遍实现 要一点时间 这个我们有在做 肺炉注射当中 全台湾在中央没有拨预算给我们的时候 已经有9个县市在施打 你看比我们穷的 比我们落后的 包括云林 金门 他们为了孩子的健康 为了下一代 都自己花钱去补助他们施打 我们台北市完全没有 另外 中央开始补助我们打 你们推动的也非常慢 我们国一新生 去年可以开始打 那有一万个名额 打到现在才一千多个人在打 你们这个政策 这个钱放在那边 也不努力 到现在 市长 你知道吗 我们国一新一万个名额 只有一千多个人打 另外 我想告诉你 你的太太 告诉你 有其他的一些疫苗 包括这个磷状病毒 值得去用二倍金打 你呢 一下子就答应了 另外 你自己觉得肺炎炼球菌的疫苗 可以用二倍金去打 你也一下子就去打了 那这是我们台北市 自己用二倍金打 花了两亿六千多万 但是人家觉得更重要的 对我们下一代 防止子宫颈癌 阴道癌 跟其他相关的癌症 给我们下一代施打的 人家 十年前 新北市就开始打了 在周锡伟时代 就推动在打了 我们都没有打 打到现在中央给我们一大笔钱 你们也不去集体推动 另外我也要起命 帮这些孩子起命 就说 除了国中一年级 中央给我们钱打 你们应该积极去宣导 不要把这个钱在角库以外 国二国三的孩子 我们可不可以比照其他外现事 用我们的二倍金来施打 这个每一个年级 增加要2700万到9000万左右 对啊 2700万到9000万 你们的二倍金 可以拿2亿6000多万 去打另外两种疫苗 为什么不能再拿个2700万 给我们国二的孩子打 或者再拿个2700万 给我们的国三孩子打 我们从国一国二国三 先施打这个国中的孩子 总共不过增加5000多万 你二倍金今年到现在用了多少 还会剩多少 可不可以承诺 让我们的国中生 可以比照 这些什么金门县 云林县 嘉义县 新竹市 新竹县 台中市 桃园县 新北市的孩子 可以享受 这样保障他们未来 可以防止得子宫颈癌 以及女性的周边癌症的这样疫苗呢 人家 新竹嘉义 你都是国一国二国三都可以打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这个HPV疫苗 因为他之前有不少的争议 所以我们是比较保留 不过现在因为中央要全面推动 所以我们就 有什么好保留的 人家新北市 在十年前就打了 也没有任何的争议或被告 你们就是非常的寒蛮跟保守 一直到中央 全国都推动给你钱了 你还是不积极 市长你可以做一个承诺吗 HPV 其实我们在 我上任的时候 当时有评估 所以后来还是决定 从那个 轮狀病毒跟肺炎黎酉菌先做 自己说这个 要不要再加入 我想是这样 专业问题专业评估 当然要加入 现在中央就在推动的东西 你只是中央给你钱 你就打 中央不给你钱 你就不做 你难道不能够自己 优先的考量加一点二倍金在里面 帮我们国二国三的孩子们施打吗 这个 好吧 这条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当时我们在推的时候 还是有顺序 所以当时 其实这条以前 有什么数据 我自己是医生 就是钱的问题 我自己是医生 所以这个我们都在市场市会 那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顺序的问题 因为这样 那你国一给他打 国二国三 一样可以打 国一优先 当时是轮状病毒先处理 肺炎黏球菌 再处理这个 因为这个还是个 vaccination的priority 是这样 你有剩余的钱 你今年的二倍金 绝对花不完 你每年的二倍金都剩余脚铺 所以你不做也没关系 我建议你继续 为我们孩子的健康 拿二倍金来施打 国二国三的 防止的这个HPV 人类乳涂菌 疫苗的防治 可以吗 这个这样 我答应你 我们还是成立一个专案小子 如果要打的话 就要长远计划 不要说一下子 我们就是要每年要打多少 要多少卡古多少 这还是学术问题 我们可以处理 我请那个 还要成立专案计划 人家外县市都做了十年的东西 你到今天才成立专案计划 你打个电话 请教一下新北市 请教一下桃园市 甚至请教一下金门县不就好了 我哪里需要请教他 我自己都是专家 就是这样 你自己是专家 你不做 这个专家等于是不存在的 好啦 不跟你变这个专业地方 这个这样 可以考量 但是还是要一个计划 到底要怎么打 还是要计划 好 好 我们请警察局长 好 我们就一起批评一下 就能教授 我最近在关心 你好 我再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市政府多少的公务车 经常性的违规 经常性的受到惩罚 这个当中当然很多的违规 跟罚单 跟缴罚单的浅是他们自己做的 可是我非常不满意的就是 当我们跟你们所知的时候 你们都欺骗 都用假的数据 比方说我在部门咨询的时候 跟我们警察局 跟我们环保局 跟我们这个消防局 好 要了相关的资料 我发现只有消防局最老实 警察局跟环保局都做假 怎么说呢 比方说我们跟你要 五年来台北市警察局公务车的违规的表 你们给我了一个表 我们时间暂停把这个表放出来 下一个 好 你给我这个表 就是说每年 104年有559件 105年有575件 106年有501件 107年有702件 108年1月到4月有9件 可是市长 市长 你好意思吗 时间暂停 你在那边打那么大的喝却也不遮口一下 我也好好的 市长在这边背询 嘴巴张得比鲸鱼还大 议员在质询 你都快睡着了 快昏死过去了 是吧 昏死过去了 我在问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给我打一个比鲸鱼嘴巴还大的喝歉 而且也不知道这个公众场合礼貌用手遮口 好 继续继续 结果 我们到市政总质群 再跟窗口就是秘书处 秘书处要资料 局长你知道你们下面给资料多混吗 太过分了 你给我的资料104年是559件 可是你给秘书处说 104年只有一件 105年只有一件 106年一件 107年零件 108年零件 可以这样用假数据吗 我们比照了警察局消防局跟环保局 发现我们在部门的时候跟你们所知 你们给我们一个数据 等到总职计我们再去所知 你就骗市长 就骗秘书处 给的资料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比对以后只有消防局最老实 两个数据他给我们的跟给秘书处的是一样 你们警察局跟卫生局 警察局跟环保局给的数量完全都是假的 所以市长我请你注意 你下面的人是如此的呼隆 欺上瞒下 因为那个数据也不可能只有一件 但是他们给我的资料不止 是不是我们在跟秘书处说明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跟你们所知 如果议员不够努力认真 像我们这样反复比对 就被你们用假数据 假民调欺骗 这就是我们市政府 从559件可以变成一件 从575件可以变成一件 从501件可以变成一件 107年从706件可以变成零件 跟议作报告 我想我们跟警察局两位去想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去跟秘书处把资料 原件再调调出来 会很快给你一个清楚的说明 因为我想这个资料 我们提供给议员跟给秘书处 应该是应该是要一样 中间如果有什么漏施 这行政数是我们自然内部会去解钱打 我们质询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们公务车 违规违法造势的比例有多高 我们认为公务车要优先遵守交通规则 优先不要去造势撞人家 或者是说造成很多的公共危险 结果你们用这样的方式搪拆 我觉得非常不应该 那对于公务车的管理也应该更积极 好 时间到 接下来由第三组咨询 由邱伟杰议员